这边针对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日期 它到底有什么差别 刚刚如果是文字 它就变成一个月一个值 它没有变化 请问如果你这边所使用的是进口日期二 它是日期 日期有没有阶层 它有年、季、月、周、日等等这样子的阶层 你看哦 你看在这里 针对这个轴里面进口日期二 是不是切换到日期阶层 本来如果你要去看文字的话 你就点进口日期二 这就是刚刚那个文字 这就是刚刚这个进口日期的文字的呈现 对吧 可是呢 我不是要这种文字的呈现 而是要日期阶层 可以哦 这就是用年的方式来去呈现 那如果你想要呈现 既很简单 就请点 好 我们现在要跟着点哦 假设你点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边总共有七个图示 因为它是日期阶层 你可以点向下 例如说两个往下的箭头 它这边就会把各年的第一季全部加总起来 各年每一年的第一季总值放在这边 第二季每一年的第二季全部加在这边 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来去看到季节 这个我们还是讲叫做分布 虽然它用一年只有四季 各位应该知道分布至少应该要越多个病越好 可是我们就说四季 所以其实以进口资料来去看这种季节分布 它是不是会有足迹增加的趋势 可以吗